好,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血糖的问题 你从我们的网站会看到很多不同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见证 像这个糖尿病饭前两百多三百 饭后五百多 慢慢之后喝一阵子之后都会有看到这种各个不同的改善 甚至于小腿已经开始在腐烂了 也喝到这个正常 这个服用四十天饭后血糖加至两百 三个月以后一导书都不用打了 那饭后血糖两百 再服用四个多也已经变成正常了 大部分都会恢复到一百多 一百二 一百 一百零八 一百 所以从这个英文跟中文的见证里都可以看得到很多 那么我从这个录影带里面再来解释一下说 为什么会对糖尿病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最主要有两三个原因是 第一个帮助你的血液循环 我在其他录影带有提到 血糖里面变浓稠了 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了 那么为什么说血卡在脚底下之后太久了 它就开始腐烂 变成要截肢 第一个它是把血液循环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那么第二个呢是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在产生 自动的产生胰岛素 因为有供应给它氨基酸 你的身体呢需要氨基酸去生产许多的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呢也包括这个胰岛素的这个荷尔蒙 你如果不提供氨基酸的话 它就生产不了荷尔蒙 就像你给一个工厂 你不给它原料 它怎么生产东西出来 你不给它橡胶 它怎么去生产轮胎出来 你不给它木头 它怎么去生产椅子 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的 所以那么它 你的身体一旦摄取到它所需要的成分 那么它很自然的就会开始产生这些各类 它所需要的这个荷尔蒙 胰岛素 那么很自然的身体就会恢复这个功能 恢复这个健康 所以它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再次提醒大家会生病 就是多的不该多的 少的不该少的 感谢观看